韓國瑜市長這一次去香港 澳門跟中國大陸 其實不是他第一個 這個行銷高雄的行程 他的第一個行銷高雄的行程是新馬 所以對韓國瑜來講 他從來沒有打算把高雄的農產品 就放在一個籃子裡 也從來沒有打算過說 這一切就是靠著中國大陸 或者是北京政府的幫忙 來行銷高雄 並沒有 因為他先去的地方 跟中國大陸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麼第二我要講的是 龍佳剛才講的 農產品的種植 其實最重要的是市場 是通路 你如果沒有市場跟沒有通路 大家再怎麼種 都是枉然 那麼韓國瑜這次要去的目的 他其實就是一個開路先鋒 如果各位仔細看一下的話 這個簽約的人不是韓國瑜 不是韓國瑜跑去簽約 沒有的 韓國瑜只是借著他高雄市政府 市長的一些關係 一些能力 他希望替高雄市的像農會 漁會 殺出一條路來 把通路建起來 所以韓國瑜他是一個 開路先鋒的角色 他只是去推銷這個產品 可是我要請問大家 你看過曾幾何時在台灣 有這麼多產業 有這麼多企業 或者有這麼多政治人物 去推銷產品的時候 政府還要要求他說 你推銷可以 推銷之前先宣示主權一下 再去推銷 民進黨過去這些縣市長 每一個登陸之前都先站在機場 先喊幾句宣示主權的口號 才能夠推銷產品嗎 我也從來沒有見過 過去如果沒有這樣 要求民進黨的縣市長 今天韓國瑜也不過就是 其中的一個縣市長 哪怕高雄市比較大一點 是六都之一 有必要要對他 有這麼嚴苛的條件嗎 更好笑的是 賣了幾十噸的農產品 就會順便把台灣給賣掉了嗎 這是什麼邏輯 台灣又不是一根蔥 又不是把菜賣一賣 就順便種一根蔥 韓國瑜已經賣完了 台灣現在不是好端端的在這裡嗎 我們有掃一塊肉嗎 我們一塊肉也沒有掃掉 這些人說韓國瑜去 大陸行銷 高雄推銷農產品 台灣就會賣掉的人 現在該怎麼自圓其說 因為我要講的是 一個去賣東西的人 當然就是交朋友 我想做業務 做行銷 這是最重要的工作 你沒有朋友 你怎麼去推銷 你怎麼去賣東西 你去賣東西 你去拜訪客戶 我從來沒有聽過說 還有要求 說你拜訪客戶要挑三減四的 有些人不准看 你只准看某些人 那些人其他人不要看 中聯辦到底是一個 什麼了不起的單位 我覺得民進黨在這段期間 真是徹底的高估 抬高了中聯辦 中聯辦應該很感謝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我從來不覺得 中聯辦有了不起到 走進了中聯辦 拜訪了中聯辦 台灣就承認了一國兩制 這是什麼樣的邏輯 以前其實很多政治人物到港澳去 中聯辦不是沒有接觸的行程 可是可能很多人 連見都不想見 因為中聯辦對這些政治人物來說 大家實在不覺得 他到底有了不起到什麼地步 民進黨有必要 要這樣妖魔化中聯辦 然後把中聯辦講成是一個 特別了不起的單位 只要走進了那個大門 見過了中聯辦的官員 台灣就沒有了 這樣的邏輯 你是把台灣人民當三歲小孩 來騙就是了 然後香港的這些民運人士 跟反中媒體更妙 明明是一個去拚經濟的市長 你偏偏要叫他扛起 這個搞民運的責任 韓國瑜不幫你們民運講幾句話 好像韓國瑜就該死了 媒體也要罵他 民運人士也要批他 講說什麼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 昨日 今日 明日的香港 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香港跟台灣 完全是兩個不同的典型 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 他跟大陸的關係 跟台灣跟大陸關係完全不同 什麼叫做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 少拿這種話來恐嚇台灣的老百姓 更妙的是說韓國瑜見過了中聯辦 就支持香港的一國兩制 香港是不是一國兩制 還需要韓國瑜去認定嗎 你們是不是你們自己心裡清楚 該我們台灣是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 在這一次韓國瑜防港防澳 或者去大陸的過程當中 有太多的政治人物在消費韓國瑜 你說韓國瑜是什麼孫悟空 我覺得不是 韓國瑜就是唐三丈 每一個人都想吃他一塊肉 蔡英文也想吃一塊 然後賴清德也想吃一塊 每個民進黨想要出名的政治肉 都來吃一塊 可是我要講 最有資格吃唐三丈肉的 只有尖閣 因為一路過來尖閣是最立體的 除了王世堅之外 其他批評韓國瑜的人 少在這裡丟人現眼了 你是人生果好不好 昨天還在澳門的時候 前天我還在澳門 跟市長在澳門的時候 市長最無奈的一句話就是說 這不是明明叫我出來不能夠 超越紅線嗎 怎麼今天台灣所有的 綠營的政治人物 都要求韓國瑜在大陸 在港澳地區 要大聲講出中華民國 要大聲講出 北京不要壓縮台灣 在國際上面的空間 所以我就 韓市長其實是非常的無奈 我說是非常無奈 我跟著市長出去了兩次 第一次是新馬 這是第二次 這是第二次到南南這幾個城市 我覺得當然民進黨 絕對是兩套標準 2013年你看陳菊 到了天津 見了張志軍 不只2013年謝長廷 帶領了九個民進黨的立委 也到香港 然後我跟觀眾朋友講 他不只見了當時國台辦的副主任 孫雅夫 他也見了當時香港中聯辦 某一個唐姓部長 也在座位上面 請問一下 謝長廷你要不要出來證實一下 你也見了中聯辦的高官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遇到了韓國瑜 整個民進黨的標準又完全兩套 我記得我們在新馬的時候 民進黨酸韓國瑜的都是說 這個通路應俊我們都有 既有通路 既有通路 這既有通路 你韓國瑜你做這個 都在做給我看的 然後到了這一次 港澳升下四個城市之旅 很清楚民進黨只有一招 叫做抹紅 他就只能夠對韓國瑜抹紅 我覺得他沒有別招 因為第一個 這次的訂單又比西馬拿了更多 西馬拿20億 然後現在拿了44億 待會今天下午在廈門 又拿了一個七八億的 所以突破50億 所以韓國瑜幫高雄的龍愚民 甚至包括南部的找通路 已經是水障船告越來越多 所以譬如說民進黨現在要說 韓國瑜旗說他是抹紅 所以我第一點 我可以跟觀眾朋友報告 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韓國瑜到港澳 是不用事先報備的 不用 因為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是大陸地區 港澳是特別行政區 所以這個是陸委會也事先就同意的 不用報備 所以可能蔡英文知道 陸委會現在的方法當中 法規當中 沒有辦法管港澳的行程 所以才說要想辦法來管 所以要修法 原因是因為現在的法 沒有辦法管這個 沒有錯 第二個 我跟觀眾朋友分析 為什麼他就找中聯辦出來講 他不講劉潔一 為什麼 因為劉潔一相當於當年的張志軍 你陳菊都見了張志軍了 韓國瑜沒有道理不能見劉潔一 所以他找了中聯辦出來當替石鬼 但是我也跟觀眾朋友講 根據高雄市政府內部的消息 高雄市政府在出發到港澳之前 就已經跟陸委會 已經跟他說明 可能會到中聯辦去 已經說了 為什麼說可能 因為確定的時間地點還未知 通常你出訪很多的行程 是沒有辦法在出訪 就完全確定下來 包括像劉潔一 星期一晚上在深圳這個宴請 也是到前兩天才確定下來的 所以說我覺得陸委會 陳明通很奇怪 你明明陸委會 在這個代表團出發前 就已經知道 韓國瑜極有可能會去中聯辦 為什麼這兩天 你還放著這些民進黨的立委 議員出來再咬韓國瑜 因為大老闆不高興 對 所以不只 秀琳 這不只蔡英文 還包括陳其邁也講話了 他可能也不知道 賴清德也講話了 所以民進黨現在是從上到下 全部就是拚命地抹紅 要讓韓國瑜 讓台灣人覺得說 你去打點紅色 你去香港 你去訪問 你不可以去做中聯辦的地方 其實觀眾朋友 中聯辦是幹什麼 剛才大千講得很清楚 觀眾朋友 中聯辦就是我們台灣有點像 高雄的行政院南辦 南部辦公室 如果大家去Google一下 上面寫得很清楚 中聯辦的職者是什麼 是促進澳門與內地的經濟教育 科學 文化 體育 各個方面的一個交流 包括台灣事務 我早上 我看電視 有的綠營的名嘴說 中聯辦可以指揮軍隊 中聯辦可以調派解放軍 我說你看得到鬼 所以他把這個中聯辦 就像大千講 完全的妖魔化 所以韓國瑜 你千不該 萬不該 不該去惡魔之地 所以你去的中聯辦 我跟你說 你回來台灣我就跟你發錢 我跟大家講 昨天有個高雄市議員 也是綠營的 他講說中聯辦 一般在香港的外交使節 是不進去的 我馬上上網Google了一下 各位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實例的 對 實例的一年拿照片說 他們從來沒有進入中聯辦 從來外交使節不進中聯辦 各位觀眾朋友 這個是美國駐香港的最高代表 叫Andrew 他最近就去過中聯辦 旁邊是誰 王志民 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韓國瑜見的 這一位 王志民 第二章 Kent 這是英國駐香港最高的代表大使 第三個 澳大利亞駐香港最高的 這都是在最近 二 三月份的時候 到了中聯辦裡面 去跟中聯辦商討 所有經濟 文化 教育的交流活動 結果民進黨在此時此刻 硬是要把中聯辦講成 是一個妖魔鬼怪的地方 所以你韓國瑜 你到香港二門 你是誤入匪區 跑到中聯辦去 所以說中聯辦只不過 像台灣一個南部中心 行政院南辦何必要把他講得 這麼樣的紅呢 就是要搖一個褲子 讓你韓國瑜把它跳下去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現在要打韓國瑜 已經打到有一點 覺得說我現在第一票給你死 我怕你回來給你賣大碗 為什麼 因為過去這兩年多 三年 蔡英文辦不到的事 韓國瑜在就職這三個月 全部辦到了 不只是訂單出去 可能人要進來 所以我覺得說 我就不要太刻意的要妖魔化 或者是抹紅 抹黑 難道馬英九前總統 過去到史瓦濟蘭 見了史瓦濟蘭總統 就表示說 他承認一個人可以娶18個老婆嗎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不要這麼無聊 你就讓高雄市政府 讓韓國瑜帶領的團隊 好好的到海外去拚經濟 搶訂單 這不是很好嗎 是不是